食品藥物管理要署 为鼓励民众检举食安违法事件 日前公布提高重大食安案件检举奖金 针对食安议题 议员监警贤 简俊廷 谢明萌 于监督上午定期会中提出探讨 这些食品安全有问题的 我们的资金都是由外申士来给我们提供 这是我们本身发掘的 根据卫物部在5月中下行 有公布第二坡的食安有问题的 这些饮料站大部分有100多种 7000里面还是那个全家 可能都会下架 但是南投县服务员相当辽阔 很多干嘛店地区的小型量放电粉 我们的卫生机人能这么少 像这种情况我们目前怎么处理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 议员谢明萌对于茶安风暴事件提出建言 有的茶笼真的很细心的照料 很细心的经营 但是有部分少数的不效业者 进口劣质的进口茶 来掺杂在我们南投县的产量里面 请我们县政府能够我们来设置一个农药残留的检测器 可以插量我们南投县手产出来茶叶的这个响亮的金牌 二来可以减低我们茶笼的这个成本 议员检浅贤表示提高食安检举奖金 食安问题减起奖金的时候 这个奖金 发的绝对是人会打破了 但是我们也要防患了 不要说是因为他跟老闆温暖或是在诬赖 这个我们这个求证要很正确 这个条款我们绝对赞成 真的民生问题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拜托我们县府所有的团队 所有的人可以查气的 终于要全力投入 不要再欧身友 还给我们的所有的官民接力 除了提升检举奖金 议员们呼吁相关单位 应该更主动积极全力查起 清扫有问题的食品 给人民更安全安心的食用环境 民意新闻简易分南投新议会采访报导